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早前被列為紅馬區 圍封了的新蒲經 前兩天已經解封了 500名員工和客人重獲自由 不過員工希望社會面盡快清零 如常上班 回復原本的薪酬人工 並希望紅黃馬期間 公司有合理的薪酬安排 新蒲經前兩天解封 並已在黃馬區名單隨名 但現時要配合相對靜止狀態 而停止運作7天 賭場也刪7天 現在最新消息 再刪5天 由7月18日凌晨零時 再延長刪到7月23日凌晨零時 有曾經在酒店內衣冠隔離員工說 酒店被圍封前 他們部門九成人都申請親子嫁 考慮到公司要維持運作 所以選擇自己繼續上班 比較需要同事留在家裡休息 或照顧家庭 想不到自己突然轉紅 反而要接受醫學觀察 所幸公司安排妥當 一日三餐一日砌正常 7天說這麼快就過 更重要是所有檢測都情陰性 解封後自己隨即回家 等相對靜止措施完結後 可以早日應公司安排繼續上班 有曾經在酒店內衣服觀察隔離員工說 解封後公司未打電話給他們 講關於工作安排和薪酬問題 但有傳聞先購大家應購盡購 沒有大家就無薪假 亦有傳聞是二加一 三日假一日人工 希望紅黃馬期間公司有合理的薪酬安排 更希望社會面盡快清理 如常可以上班 回復原本的薪酬 皆大歡喜 原來平淡才是最幸福的 好 這一集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未截圖完話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